大家好,我是叫廖貝奇 我是在台灣由Daniel Moush SVP 的姐妹 我今天要來做個見證分享的是 我今天做了披馬蒙輝 然後在做這個約爾書 那非常感謝我上這個Daniel Moush的介紹 我上這個保理老師的披馬蒙輝自然學校課程 非常感謝保理老師他這樣子的無怨無悔的 然後這樣子來對我們上課 那我在不斷的課程當中 我也收穫非常的大 那我今天呢來上這個 我來讀這個約爾書 那我的見證是 我前兩天呢 就是一直遭受到這個法院的控告 就是有人一直控告我 那我這五年以來 我已經收到了十幾個的法院的這個控訴 就是不斷的跑法院從南到北 那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那在這前兩天的時候呢 我又連續收了兩張 我這個月大概就要跑五個法庭 其實對我來講 真的是已經走到了盡頭 但是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 所以我上了披馬蒙輝之後 那我的心非常非常的平安 那我也就是有依靠 在這上課 今天上課的時候呢 因為前兩天我還非常非常的 就是難過 因為感覺上好像一直被網羅 然後一直被射箭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很感恩牧師不斷的一直來牧羊我 然後用聖經用神的話語來餵養我 那我也感受到 真的唯有耶和華阿爸父 是我可以依靠的神 只有人是沒有辦法幫這些忙的 只有神 所以非常非常的謝謝耶和華 然後神的力量一直在我心裡 然後聖靈也充滿著我 那月兒呢 我今天讀了以後呢 我的收穫是總到第四步了 那所有的一切呢 我們就是在認罪悔改 那即使是被所有的家產啊 然後所有的都被整個吃掉了 然後都不見了 但是只要我認罪悔改 然後我是耶和華的子民 然後我就能夠走出這一段的 經歷這一段的神蹟 真的我有感受到 在今天這一段的時候 雖然我的我不斷地遭受到控訴 但是呢 我今天讀完月兒書 我覺得好像我感覺到 我又有耶和華 又已經重新會給我 所有我被拿走的 我被搶奪的 那些像蝗蟲啊 都把我們吃掉的 然後我今天有感受到 就是我一定可以再拿回來 所有的家產 因為我是耶和華的子民 我是神的子民 所以 唯有神 所以他可以幫助我 所以我可以完全拿回我的家產 所以今天我的感受 一天 我就覺得心情非常的平安 然後我感受到我的四周 都有聖靈充滿 然後心裡非常非常的平安喜樂 照理來說 前兩天 我整個又是在一種 非常的被衝擊打擊的內在 我呼求 我呼喊 但是我今天完全的釋放 我在做匹馬蒙灰 然後我好哭 我愛好 我哭泣 然後我完全得到釋放 那我的心 心非常的平安 而且我有一個亮光 就是我看到那個畫面是 我可以完全的在神 阿爸父 可以幫我完全的奪回我的家產 我的所有失去的 而也在我認真悔改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我整個過去 自己的這種老我啊 固執啊 所以我可以得到完全的一致 在拼命中